位在花蓮市建国路上的莫菲国物 在年轻老板黄芝蓉以及黄爸爸的协助下 今年再次七首吉安乡 迁起连续多年的单亲家庭送暖关怀活动 除了设宴款待也额外准备惊喜红包要赠送给小朋友 希望能够带给孩子们最正向的身教 还有助人为乐的精神 火锅拼盘端上桌 大人小孩都好开心 这是莫菲国物连续多年洗手吉安乡 办理的单亲家庭送暖关怀活动 位中除了设宴款待也额外准备惊喜红包 要赠送给小朋友 感谢莫菲国物寒冬送暖 年年让我们可以团聚团圆 在每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 给他们带来暖暖的鼓励 跟我们温馨的家人的感情 我们相信社会温情的力量 宪爱的方式有很多的不一样 年轻的这个老板 借由我们莫菲国物的火锅店 来让我们的孩子跟家长们 慰绕他们的辛劳 也让孩子带来正正强的鼓励 吉安相公所要感谢所有的企业社团 跟我们宋爱的好朋友们 因为有你们 让我们的吉安更加的温暖 幸福有爱 吉安相平时除了关注各个需要帮助的弱势家户 也会主动协助申请相关福利资源 而游淑贞也感谢青年企业 发行宋暖凝聚散源与能量 在孩子的心中埋下爱的种子 并带给他们最正向的身教 和助人为乐的精神 记者许丽琴 画电视报导